有时候我们要问清楚你自己你怕什么 人生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问题是你个人产生的 你对他有太多的不肯定 你对他有太多的预测 根本没有发生的是你都在预测 你在估计 结果还没踏出你的第一步 你已经就怕了 结果你在原地浪费了 至少几个月时间去考量 我因为应该做这件事情 我因为应该做那件事情 想啊想啊越想越多 想完哦想完 最后还是没做 就变成空想 可是我常常说 只要你想做的 不是违法违规的 不是伤天害理的事 不是伤害别人来获得你要的东西 那你就去做吧 只要你能承担 最后是输了 失败了你能承担后果的话 你就去做吧 你想那么多干嘛呢 我感谢你能承担 我能承担